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高科技领域进行合作 比如说我们讲到银行监管 讲到金融市场 你们官员很敏锐地指出 中国承载着不透明的状况 这些说明什么呢 这些说明我们互相之间缺乏了解 所以我今天的出发点 就是要通过我这个25分钟时间 让我们双方多一点了解 所以我想我们中国在40岁以上的 像我这样年纪的40岁以上的中国人 对中东欧是不陌生的 这些国家我们对北面那个三个小的国家不太熟悉 但是下面那些国家 波兰 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匈牙利 保加利亚 以及后来分成六个国家的前南斯拉夫 我们都非常熟悉 但是我要问在座的中国听众 你真的对这些国家知道吗 你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吗 你知道他们的发展水平吗 你知道他们跟中国有什么潜在的合作的领域吗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包括我自己在受到邀请讲这个论坛之前 我的了解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水平 先来看一下 国家经济水平的指标 可以从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 用美元来计价 那么世界银行有一个分类 就是说一万两千美元以上是高收入国家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在中东欧十六国里面 九个国家 当然捷克是排名第二 而且捷克比第一名的斯洛文亚要大很多 所以捷克是一个不支不扣的发达国家 这点我希望中国的听众需要了解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中东欧的十六国都是发达国家 中国当我们四十年前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的人均GDP很可怜 只有两百 但是经过这个中国经济四十年的发展 我们今天已经达到了八千美元以上 所以中国也是一个不支不扣的中等收入国家 我们的老朋友阿尔巴尼亚 现在排名最后四千美元 所以说想当初 我小时候都是唱着中国阿尔巴尼亚友谊的歌曲 是长大的 当时阿尔巴尼亚肯定比中国要生活水平高 但是我们现在是它的两倍 这些我也希望大家有所了解 那么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重要 但是中国的历史已经告诉大家 经济增长率更重要 对不对 起点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能够发展得快 你就会追赶上 那些比你高的国家 所以这里说明什么呢 这里告诉我们 中东欧这十六国 在全球经济当中 是处于一个增长非常快的一个阶段 你要知道 一个国家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能够增长2.5% 那就很厉害了 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增长了3%以上 我们捷克也是很突出 4.3% 当然这是2017年的数据 平均下来的话可能没那么高 17年因为整个全球经济都是相对比较好 那中国经济比原来慢了 但是也达到了6%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所以中国跟中东欧都是全球经济增长非常快的 这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在中东欧里面是6国 哪些是大国 哪些是小国呢 那么最大的是波兰 占了1% 然后捷克占了14% 所以说在中东欧里面也有大的 也有小的 这个我们也要知道 就是说 那整个中东欧经济 跟中国经济从体量上比 还是相差很多 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然后它的这个总量是12万亿美元 中东欧加起来16个国家 总量是1.5万亿美元 所以说中东欧的体量是中国的12% 如果从人口的来看 中东欧的人口是中国的10% 所以总而言之 中东欧作为一个整体 是中国的10分之一 这个就是表明 我们的关系 实际上还是一个大经济体 跟一个小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中国的发展的 现在的这个水平到底怎么样呢 我相信很多捷克的听众 还停留在 中国就是一个制造大国 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的 这样一个想法上 或者你说 哎呀 上海北京是很发达的 但是很多地方很落后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分布 跟捷克的产业的分布 你发觉它们是很相似的 这里是有个数据的错误 这个54应该是61 33应该是39 因为这个是原始的数据错误 我们把它 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经济体 都是服务业超过50% 你觉得很惊奇 中国 难道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服务业的大国吗 我告诉你 是的 中国的农村 就是说那个农业 就是8% 当然捷克是2% 但是都是非常小的比例 我们的工业都非常强 中国40% 捷克39% 但是我们的服务业 从比例上讲更高 那么如果我们看那个 就业的分布 那么也是一样 中国现在要保持 刚刚你们两位高级官员已经说了 捷克经济非常好 因为事业率非常低 中国经济也非常好 事业率也非常低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服务业 是可以吸收就业的 所以我们的服务业的比重 无论从产值来看 还是从就业来看 都是超过100% 当然了 这个简单的比较这是第一步 因为你还要看这里面的内容 我相信捷克的服务业 更加是高端的服务业 金融服务 保险 旅游 中国的服务业 可能相对中低端一点 我们是快递等等 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的总体判断 也就是说 这两个国家都是 就是说中国是个中等收入国家 捷克是个高收入国家 他们都是以服务业 作为最主要的一个产业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说经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我们根据经济学的原理 驱动力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投入 特别是资本投入 一个就是技术 技术进步 从中国当然是全球文明 高储蓄高投资 但你一看捷克的数据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可以会认为 这是一个东亚的经济体 为什么呢 它的国民储蓄率 34% 很高的 它的投资率25% 不低的 所以说这样一个经济体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就是东亚的四小龙 就是泰国 马来西亚 就是越南 但是 捷克 同样是一个 有自己非常高的储蓄率 跟投资率的国家 这点是捷克经济 非常有支撑的一方面 然后我们看它的对外的贸易 捷克作为一个小的经济体 肯定是比中国更依赖于外贸 捷克的对外贸的依赖程度 也就是我们用进口加出口 除上GDP来看的话 是一路高涨 占这个GDP的150% 中国的对外贸的依赖程度 曾经达到64% 这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16年 但是现在已经降到了38% 所以你要知道 这反映了中国经济 现在是更加的依赖于 自己内需 内部需求 内部的中国的自己的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在几个月之前 我有过一篇发言 就是说特朗普 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中国的贸易的关税 对中国的影响 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大 因为我们对外贸的依赖程度 已经很低了 如果特朗普是在2006年 来对中国设施的话 我们会损失更加惨重 现在也会有损失 但是依赖度不大 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看 这两个经济体 捷克跟中国都是开放经济 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它还能够有40%左右的 贸易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贸易当中的内容 你可以看到 中国跟捷克在出口上面 都是前面两个吧 红的是中国 而蓝的是捷克 捷克有三个颜色 红的总是要归中国 搞个蓝的反应捷克 然后都是90%以上的是制造业的出口 说明我们这两个国家 都是制造业非常强的 它们可能有不一样的 捷克可能更加高端的 汽车这个制造 我们中国可能稍微中低单一点 但是也都是制造业的大国 出口大国 从进口来看 捷克基本上也是进口80% 90% 在国际贸易理论当中 这叫做部门间贸易 就是说我出口汽车到德国 我德国出口汽车到中国 到捷克 这是部门间的贸易 中国的话 68%的内部贸易 但是还有30% 我们中国要进口美国的大豆 我们中国进口萨塔拉伯的石油 这个叫做产业间的贸易 产业间的贸易 是一个经常发生的情况 但是产业中的贸易 就是说制造业中的贸易 这越高越高 说明这个国家越发达 所以捷克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那么我们从这两个国家 对这个外资的吸引力来看 这两个国家 都是非常强的吸引力 你不要看这个数字 百分比较小 这个百分比达到2% 已经是不得了了 就是说 每年的流露这个国家的外资 占GDP的比重 中国是1.4% 捷克是4.3% 因为捷克相对比较小 这个数字会大一点 中国1.4%是非常大的 中国是全球最能吸引外资的国家 起码是前三名 有的时候是美国英国比我们多 有的时候是我们中国多 中国的这个对外的投资 17年可能有点特殊 因为我们控制了对外的资本 但是也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先不说走出去 就是说吸引外资的话 中国跟捷克都是吸引外资 非常能有吸引力的这个国家 那么最后来判断一下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话 我刚刚说了 经济增长有两个驱动力 一个是资本驱动 一个是技术驱动 资本驱动它最后要碰天花板的 就是说它是不能够持续的 但是技术驱动是可持续的 你可以看到中国跟捷克 就是说在研发收入上 占GDP比重都达到了2%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尤其要告诉捷克的听众 我现在这里没有一张时间序列图 以前中国是非常低的 一路上升到2% 所以今天在认为 中国不是一个创新国家 这是错误 现在中国在创新当中的投入 非常非常高 不就是一家华为 其他企业也投入非常高 因为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 中高收入国家 就是说高的中等收入国家 这样一个行列 那么我前面就讲了一下 这两个国家的 尤其是捷克 就是说在中东欧16国的背景下 讲了中国跟捷克的 这些类似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双方都要学习的 我虽然讲了15分钟 但是这里面的信息 我希望我们的中国的企业家 我们的捷克企业家 都能够从当中得到一些认知上的提高 就是说原来我不知道中国是 已经是服务业驱动了 原来我不知道 捷克技术跟资本这么厉害 原来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FDI很高的国家 所以说这些是我们互相要学习的 就是对两个相对不熟悉的 但是质量非常高的两个人 或者说两个国家来说 第一步就要知道对方有哪些能力 有哪些素质 下面我提六点 中国可以向捷克学习的地方 第一点就是 中国可以向捷克学习如何搞城市化 因为你看捷克的城市化率 已经在73% 这是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说是很正常的 中国的城市化非常快 从20%现在到近近60% 但是我们离捷克还有20个百分点的差距 所以这个里面到底是我们 就是说我来布拉格就对布拉格印象很好 对吧 就是说这个城市 它还保持了电车等等 我们中国的城市化 有没有可以向它学习 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服务业 我们中国的服务业超过了50% 我们中国有些服务业是非常发达的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电子商务 这个百度 腾讯 阿里巴巴 京东 这些东西可能捷克的朋友要向我们学习 但是我们应该向捷克学习很多 包括它的如何管理金融 金融服务 然后捷克这个是这个叫做贸易服务 中国虽然是一个大的贸易国家 但是我们的贸易服务是逆差的 那么捷克当然是一个胜差 然后捷克的贸易的服务比中国要高很多 所以这里面我们有很多好学习东西 包括旅游业 我对捷克印象很好 因为飞机上下来你的到ATM取钱都有银联的标志 这就说明他们其实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在怎么样提高服务业的水平 来适合比如说更多的中国游客到捷克来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还有一点要想捷克 尤其是捷克政府学习的 就是如何来做这个就是说医疗保险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年化了 这个时候医疗非常重要 你看捷克的这个政府的开支里面 就是说医疗占6% 我们中国最多占3% 当然我不能否认这个中国是在提高得很快的 从1.5%到3%已经翻了一倍了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中国 再度如果说有那个医疗行业的 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企业家 这个是捷克数值的学习 然后这个是我们国内非常乐意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的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 感觉到这个税负太高 那么我这个用的是世界银行数据 我所有的今天的数据 都是世界银行的原始数据 这个每个PPT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说没有什么 就是有一个数据有点错误 我就把它调了一下 没有来得及放上去 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 就是说这个还不是就是说 就是说很难比较 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比一下 就是收入利润资本所得益 对吧 我们中国的房子涨得很快 资本得益 你卖到房子很高 我们收税了吗 对不对 就这些税 我们中国加起来的平均的要21% 捷克只有14% 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结构 捷克的个人所得税是15% 我们中国 问我们中国的这个同事要收多少 对吧 然后它的结构很重要 要对资本多收税 要对劳动收入少收税 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 我们中国来学习的 然后今天早晨起来 天气是非常的冷 但是空气无比的好 对吧 中国的从国内回来的 或者什么呀 你肯定会非常的享受 捷克的这个空气 因为我们中国的空气平均 这是平均啊 没有说是北京的空气 我们的PM2.5是非常高的 这也是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标 最后我要提一下 我们央行行长 CBN Governor 就是Rosnak Mr.Rosnak 刚刚说了 就是说 其实你如果说 捷克的这个信息非常的透明 你可以上网去查到 Mr.Rosnak 去年4月份 在这个土耳其 开央行行长会议的时候的发言稿 我是读了你的那个PPG发言稿 所以说 这里我们不能展开 因为我本能是研究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的 所以我非常有兴趣 为什么呢 捷克不是个欧元国家 对一个不是欧元的国家 它怎么样来管理它的汇率 原来捷克曾经是固定的 像中国一样 然后就放开浮动了 然后又盯住了欧元了 最近又把它放开了 但是都做得很成功 对不对 没有造成很大的波动 这个非常非常值得 我们中国的央行跟金融界来学习 我没有时间 所以我不能展开 所以我 你看时间还控制得不错吧 这个 我就是今天有利用这个时间 不是我要多的时间 而是我们本来有江建新教授 要也做一个主题演讲 所以有三个主题演讲 因为江建新教授 因为个人的原因不能来 所以我就把两个都拿了 所以等于是有半个小时 我没有用半个小时 我用了20分钟之间 但是我希望 就是说今天这个论坛 我觉得我从两位捷克的官员 他们的演讲 Mr.Cohort and Mr.Rothnock 他们的演讲中 我学到了很多 尤其他们很坦率地指出了 中国跟捷克要发展 哪些要注意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中国人 传统上是要面子 这是一个tradition 但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 对这个东西越来越看清了 我们希望有坦率的沟通 这个才能够相互学习 我希望我今天的这个演讲 也是对那个 在住的捷克的听众 会有一点点帮助 至少你了解了 中国目前大概是个什么状况 肯定比你想象的不一样 至少你也了解了 中欧国际工商学员的教授 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肯定也是给你一个新的印象 我希望这些都是今天 我们大家的收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